田庄台是盘景地区最大的回族聚集地之一 回名素有喜爱饮茶的习惯 而喝茶必配些茶点 茶点有制作简单的糕点、麻花 还有品相精致的老八件 老八件中最受欢迎的是椒盐口味的牛舌饼 一块好吃的牛舌饼讲究的是甜、酥、脆 一口咬下去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香味 带给味蕾的刺激 牛舌饼首先是用蒸熟的熟面和馅 这是牛舌饼的核心味道 把油倒入这个面里 倒入熟面里 它这是牛舌饼的馅料 就是食手的面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那个特别也是特别一个香气 所以东西好不好吃啊 皮要脆 馅儿要香 你看 将熟面加入豆油后揉匀 面完全吸满油后 加入花生碎、白芝麻、黑芝麻、少许盐 再反复揉碾 使三种果仁完全与熟面融合 味道比较原始 就是原汁原味的 芝麻就是芝麻味 这个花生米就是花生米味 我看你选的都是要把香味 要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面 对对对 给您打露一口 咬一口 就是可以吸引 尝一尝吧 现在一拎出来 我会听到 首先会闻到很香的这个芝麻、花生和这个面饼的这个香味 对 而且离近厅啊 我感觉是他们可能接触了空气的之后 会有这个嗶嗶啵啵这个声音 那是芝麻的声音 味道怎么样 好香啊 为什么是咸口的 我会感觉到有甜味呢 这是怎么到 这是咸中带甜 但我们好像没有放糖 对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照着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 你没看着 这是秘方吗 被我吃出来了 重阳节当天 来果子铺买老八件的客人 络绎不绝 老口味能够依旧被人喜爱 除了能唤起味觉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田庄台镇的整体环境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4月开始 田庄台古镇商业街开始改造 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 重现了百年前古镇繁华的街景 包括留家果子铺在内的 多家百年传承的小吃 拥有了风格古谱 环境整洁的新店面 同时 多家传统小吃 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保护 古镇换新盐 和田庄台的美味一起 迎接来自全国的客人